8字的实战讲座 我是主讲老师张武光 这节讲一下甘知的深刻规律 实战讲座的深刻规律和精品讲座讲的有点不同 因为精品讲座讲的比较简单 实战讲座我尽量把一些细节都举例再讲一下 好 我们再重新复习一下甘知深刻规律 8字预测是一笔与一笔的结合 因此想预测准确 必须熟知8字甘知间的各种关系 只有对这种关系的深刻把握 才能在8字预测中提高准确度 四柱中相邻两个天端或地支之间 可以产生形成和爱的深刻关系 和之只论向 不动实质的深刻行动和爱 甘与之作用时必须是同步 这句话有几个要点 我都举个例子来说一下 四柱中相邻两个天端或地支之间 可以产生形成和爱的关系 比如这里有个甲木 这里有个丁火 这里有个丁火 甲木是不是可以生丁火 但是它不能生丁火 不能生丁火 格之只能像 比如说格了天端或者地支 甲木生丁火 确实可以论 但是论是像 什么是像 比如说这是肖是吧 肖是生我的 比如说这甲木要去帮丁火 是不是只是想帮 但帮不了 比如说我想给你100块钱 但是你格在旁边我给不了你 但是甲木生丁火就不一样 我想给你100块钱 马上就给你了 是不是啊 就是这种关系 格之只能像 不论实质上的行动和 它没有一个实质的作用 甘与之的作用必须是同度甘之 比如说瓶子 这里有个氦吧 氦 有个丁吧 丁和子呢 它的关系就是 子水克冰火 直接的作用 氦水和冰火呢 它没有直接作用 因为它不是同度 同理呢 子水它克不了冰火 氦水可以克冰火 这就是一个 同度的一个作用 好 拿着八部举例 比如说这个心经 是不是可以克着甲木 但是 它克着一木 它就相隔 它就论这个像 但是在望衰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 如果在弄望衰的时候 也是直接论一个对 比如说心经克一木 也是有力量 望衰的情况 如果除外呢 都论像 心经是生人水的 是不是 论这个像是这样 心经生汗水 就直接生了 直接生了 这个月令比较特殊 月令它不管是相鸣 还是相隔 都有直接的作用 就直接 比如说 无火卸甲木 无火卸乙木 无火耗人水 都是直接的作用 月令比较特别 汗水呢 生乙木 汗水克两个无火 是不是 汗水你不能卸着心经 是不是 这样一个作用 你汗水可以生乙木 汗水能不能生甲木 不能 因为那个不是同度 不是同度 因为它们是同度 对不对 所以能产生作用 心经可以生人水 心经在忘衰的时候可以生 不再忘衰的时候 只论像 心经可以直接生鬼水 心经助心经 有个像 心有相助 因为是同度 是不是 似火可以对任何的发生作用 任何发生作用 子水呢 可以克似火 可以出败水 可以助人水 但是你子水 能不能卸有机 能不能卸心经 不能 其实最根本的原则就是相宁会产生作用 大家记得第一点 相宁会产生作用 好的 今天课程讲到这里 留着更多的视频机 但是